我该说的都说完了 买枪违法 你们判我行吧 三年够吗 好 非常好 你辛苦了 先把嫌疑人 积压在陶里面市局 这两天你见到老爷了吗 见过两回 都是临时碰上的 没正解谈什么 省里啊 最近有一些 对他不太有利的传言 你是代表省厅到陶里面工作的 不太适合跟他有太多的接触 你要把握好尺度 我请示领导 看看是不是决定 让你马上回来 好 我明白 少主理 这女的嘴也太硬了 我们那俩女同事根本就拿他没办法 问他开茶馆的钱是哪来的 他居然说与他买枪没关系 咱们管不着 问他来淘里根干什么 他说来赞赞金 问他那天为什么会出现在蓝星夜总会 他说他没去过 咱们看错人了 别着急嘛 慢慢来 喂 你不是想见个面吗 咱们约一个好地方吧 好 你说吧 在哪儿 我们说好的事情 我都已经落实了 只是有一件事情还没有安排好 这是老东林 他已经提前退休了 不再是警察了 所以没有办法 用组织手段干预他的行动 我把这个人交给你了 你要好好地照顾他 要和他交朋友 你的本事我了解 这点人际关系上的事情 对你来说 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还有一件事情 是昨天晚上发生的 小詹 张一青被抓了 什么 昨天晚上 袁警长 余主任 不是说开会吗 这人怎么 这个会 就咱们下个人 找回来 走回来 今天主要是想说说 1112枪劫案 还由他引发的一些事件 没让下个同志来 是因为省里有些同志 对咱们的工作方法 有些个意见 并且已经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沈领导让咱们 先拿出个方案来 就坚决执行 不能再如鱼了 这 这有什么方案可拿的 那办案子就是查呗 查清楚了 交给检察院法院 不就完了吗 问题是 这个案子已经搞清楚了 判决书都下了 可是我们却拖了这么长时间 不撤销专案组 下面有人传言 说我们厅里的领导 共同支持了劳东林同志 对这个案子进行私人调查 而且调查了对象 直至省里的领导 找不了 李主任是代表厅里 直接听取了省领导的意见 他自己也有想法 你先听听 你说李主任 来和我见面 没想赵五六汇报吧 就算我们能够证实 那把枪是由张海 带到助磊办公室的 那也改变不了什么 助磊对非法占有华美企业 职工股和开枪大字张海 共认不讳 你说的这个事情 给我没关系 你们是在妻为母亲政 而我是在妻商母亲财 可是你拿着解开这个谜团的钥匙 请把助理的材料交给我 我请求你 我不能承认 现在厅里针对这个案子和你本人 有很多议论 很多很多的议论 只凭你一个人的力量 改变不了什么 尽管我很钦佩你的能力 还是把材料给我 现在就把材料给我 否则到时候你就被动了 今天这天气挺好的 小伙子 陪我转悠转悠 夏儿 我告诉你 从年轻的时候起 我就特别特别喜欢这个画树里 你知道为什么 你看看这树干上 你看 你看像不像一双双眼镜 有那个圆的 有扁的 有正的老大的 有迷风眼的 你看那个正是你的 还有鞋是你的 有那个虎木圆针的 有单缝吊窍的 有意思 你在这个林子里站的时间长了呀 你会有一种 说不出来的感觉 怪了 随着心情不一样 这个感觉还不一样 你能从这些眼睛啊 背后啊 能看到很多很多很多人 而且你还能看到 很多很多人的那个 心里的事情 你不信你 哎呀 这些年呢 我也算当了个小官吧 有人啊 不把我这个小官当个官 我自个儿还真把这个小官 当个官 为什么呀 再小的官也是国家给的官 老百姓给的官 对不对 所以啊 当了小官以后啊 我就把他们当成老百姓 我就经常到这个地方来 看看他们 为的是让他们啊 看看我 看看我这个小官工作 做得怎么样啊 满意不满意啊 做得 对不对得起他们啊 现在好了 我也是老百姓的 跟他们一样啊 轻松啊 不知道 你这边执行起来 应该没什么困难吧 没有你 我回去 留下思路 那好 听说邵长水在抓捕枪换当中表现不错 就是昨天的事 报告他们还没有写回来呢 我们需要的就是这样的年轻干部 来 注意好好培养啊 我对邵长水同志的使用有点意见 我们是缺少这样的人才才从地方上把人家调上来的 可是来了之后呢 一直不让人家负责案子 今天去趟陶里根给老爷爷烧句话 明天又去趟陶里根给老爷爷送点东西 这不是人力资源的浪费吗 赵总队 你那儿那么多的大案要案 该不会是舍不得培养年轻人吧 怎么会呢 我也觉得烧长水不错 这次回来我正打算要回以重任 县公安局副局长算不算官啊 当然 我刚才说了 再小的官也是官 那我也算是当官的人 您刚才说的 这眼睛我深有同感 当官就要对得起百姓 可是我还有一句话对您说 当官更要有组织纪律性 尤其是我们警察 我相信您的为人 我确定您来逃里根 绝不是为了那几十万年薪 我知道您拿着助理的材料 有您自己的想法 但我得告诉您 如果组织上允许我继续调查这件事 我会马上拿出您 转移材料伪造材料的证据 然后把您 然后 用手铐 把我靠回 如果您不配合 我会这么做的 那我正起在下班之前 刚才听了一下您汇报 那我正起在下班之前 好 好 亲爱的 今天没上班 上班 在逃里根 你在逃里根 你在逃里根 真在逃里根 你在哪儿啊 那你在那待着 别动啊 我去接你 好 好 好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许队 我刚才看见马三了 请你马上带人过来 我估计他藏身的地方就在附近 我的位置 我估计他 夫人 你看 看什么 这是咱们在逃离根的行宫 是你的吧 当你是皇帝 您看这边 这是我训练的保安员 怎么样 挺精神的吧 挺精神的 你们好 欢迎您来到圣堂度假村 我讨论真都是 你不论是生态的 但是我提醒了 现在那是一种 我认识的 我认识而已 你不认识的 你不认识这个 你不认识这个 但是这个 生气了 学校教室借给考试院 搞成高考了 我们需要放假几天 你不回去看我 我总可以来看你吧 别不实现通知我一声 搞突然袭击 是怕我老婆正经吧 你呀 就正经不了 算你说对了 走 看看咱们的卧室 走 高主理 往那边跑了 联系到当地派出所 让他们准备一份本区域 比较详细的地图 好的 电脑画像带了吗 见过这人吗 来过 以前经常在我这买东西 三天前还来过 东西买了一堆 花了能有一百块钱吧 最近这两条没看着 他都买什么了 吃的喝的 面包买的一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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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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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曹楠 阿姨 你怎么来了 我刚到 我听老师说你爸爸病了 好些了吗 医生说过两天就可以下床了 好多了 小楠来了 老师 来 快过来坐 叔 我今天想回趟省城 怎么了 祝蕾的姐姐刚刚到医院来找我 说上面已经同意祝蕾火化的事 让家属去签字 我想跟着去料理一下后事 行吧 应该去 你爸爸这边你放心 有我呢 那么阿姨来了 我可以帮你爸爸做饭 谢谢阿姨 老叔 我谢谢你 你说这也见外了 好 我明白 来 少主理 派出所的同志 已经和当地的军委会取得了联系 好几个人认出了马赛 初步确定 马赛就藏在附近的一个废弃的仓库了 必须得马赛什么 刚才他也看见了我 我把他狗地跳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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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好 得啊 不好 好 我拿吧 不用 不沉 现在辛苦你啊 这老曹也算是有口福啊 你不知道阿姨这个炖的汤啊 可鲜美了 你肯定的 别夸我了 回到别人家做饭 要丢了手艺多难看啊 不能吧 大难 别太伤心了 回省床以后呢 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你上次湿了很多血 身体一点还很虚 你要是再有什么意外 那可就麻烦了 有什么事 你给我打电话吧 好 来 那好吧 我来 那这儿就拜托您了 放心吧 你来呀 快走吧 多四十分钟我回来接你 不着急 你慢点跟着 好 你就说 我以后 你自己帮忙 建议 你帮你 是吧 你 为什麽 我们 第一个 文字 那 我 你 吗 你 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是谁 你和这个人在哪儿进行的交易 在 在城西头 四道街 一个废弃的布工厂里边 那你昨天为什么不说 昨天 昨天我忘了 我要不是警察 我非 我非 揍你一顿 其他的几次交易 还有什么细节没说 赶紧讲 进来 你通知一下老爷 咱们现在就去找他 马萨手里有枪 一定让他小心点 你不是说赵总队调你回去吗 明天吧 明天吧 师傅 你在哪儿啊 你去球场啊 那你能不能等我们一会儿 我马上就到 我要跟你说点事 行 好 晨晨 黑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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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看什么呢 师娘来了 爸 来 你等出发把火关了 哎 我们找到了马三藏真的地方 不是去完了 让他跑了 马三 怎么了 怎么了 二哥 大哥 我把那个老狗的媳妇弄了 他们知道我在这儿 他们肯定会来找我的 那个老狗肯定也来 等他来了 我先杀了他 再掐他心 我一条命换他们两条命值了 二哥 大哥 兄弟今天可以为你们报仇吧 什么 你们给我控制好现场 在我没有到之前 不要采取任何行动 绝对保证人家安全 师父 马三截了一辆出头车 把食人带回了仓库 那小子简直是不想火了 连人的都不备 你相信师父 我给我拿了 啊 知道我为什么把你抓到这儿来吗 我告诉你 我让你死个明白 其实你就是个垫背的 我叫马小伟 我有两个哥哥 叫马小龙和马小虎 他们都对我非常好 我爹死得早 我五岁的时候爹就死了 当时 我大哥连初中都没上完 就得挣钱养家了 当时我们全家都靠着他 我小时候经常让人欺负 这一次 我上小学的时候呢 被两个初中生欺负 他们撅走到两个胳膊 朝天让我的脑袋去勾我的脚 我当时都憋得喘不过气来了 后来有二哥来救我呀 一个人打他们两个人 在他们每个人的肚子上都狠狠的 戳了两刀 就为了这个 我二哥就进了少管所了 三年 为了我进了少管所了 妈妈身体一直不好 在家 一直没有工作 所以 当时我们家 吃的 吃的 用的 穿的 所有所有都靠我这两个哥哥 挣钱回来养去一家 他们没让我受过一点点委屈 可是后来我这两个哥哥 都死了 就是被劳动民孩子 什么样的 我这个人就是 来个人 我去小谷医生 小谷医生 我都能够在这里 你还会忍是吗 你们俩走一把 马仔一直用枪指着师娘 他喊话不让我们靠近 应该怎么办 等我呢 臭小子 你给他哥哥抱着一下 宰了我 没事 我进去剑子 你身上没事 老爷 老爷 您不能进去 马仔拼命了 你一进去他就会开枪 你根本没有任何机会 他不能让我媳妇替我死 您今天身份是被绑架人家属 这儿的行动由我指挥 请挥 请劳动灵统这条车上休息 好 请给这位 走 餐库其他的门都被堵死了 只有这里 这就是嫌疑人马三的位置 餐库东面的两扇窗 有可能观察到 餐库里面的情况 一号狙击手 可以通过北面的窗子 直接寻找到制高点 二号三号狙击手 可以通过餐库外面的这两座天桥 直接进入 隔壁二号车间 寻找聚集位置 明白吗 二十秒钟之后我开始喊话 大概可以争取到五分钟的时间 行动 你觉得这样可以吗 哎 马小伟 你听到吗 马小伟 你听到吗 我是绍长水 沈公安厅来的 沈公安厅来的 咱们俩聊一聊好不好 行杀子你听着 你们要是敢靠近 我马上打死这个女的 我要劳东霖 让她进来 来 你还记得吗 咱们俩见过 在省城你还叫过我女儿 这次我来桃里根之前 我的女儿还让我告诉你 如果能见到那位胖叔叔 让我当面感谢你 谢谢你啊 马小伟 让我进去好吗 你少来这一趟 这事跟你没关系 我再说一遍 我要劳东霖 她不可能不在 她在 她在路上 你看这样好不好 你让我进去 不管什么事情 咱们都好商量 商量个屁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警察这点办法 再给你一分钟 见不到劳东霖 打死他脑子 去哪儿 哪儿 去哪儿 你怎么行 你怎么办 都是自己的 二哥 不要 我都会给你 你知道吗 我都会给你 我还会给你 他在路上恐怕得需要几分钟 你要冷静 不要再骗我 他肯定在就是不敢进来 还有半分钟 我就开箱 马三 我是劳东霖 你不太够意思啊 再怎么着咱俩也出了一些日子了 我对你怎么样啊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你不买两瓶酒谢谢我也就算了 四哥 立切就以马三的动静了 怎么回事啊你 怎么着 恩将仇报 老东霖 有本事你给我进来 你再不进来 就见不到你老婆了 有没有本事你让我进去 我也不敢不进哪 你等着我吧 我去 我进去 只要他一分神 举击手就可以开枪 不行 他一看不是我 万一对权英开枪了怎么办 他是冲着你来的 只要一见到你的人 不等你开口说话 他就有可能马上对你开枪 我觉得这小子没那么够 不然出了这么长时间 他也没对我下手啊 这种账面不是一会儿两回了 放心 你的妻子被绑架只是头一回吧 你现在已经不是警察了 作为老百姓 你经历这种场面是头一回吧 所以我不能让你进去 是 你听我爸爸说话 你这么做是正确的 但是 你理解我 全英三十郎当岁 万一有个好歹 太亏了 我六十岁的老头子了 我怕谁呀我 再说啊 我总觉得这个小子 还是有救的 如果我的感觉没错 老爷 你们别再采取行动 你们别再采取行动 你别再采取行动 我只会给你 太云 太云 马三是冲我来的 你别乱动 他不会伤害你 好好的听话 三儿 我站在这里 你敢肯定一枪能打死我吗 我想你不敢肯定 但是你肯定知道你一枪打不死我你的下场是什么 要不要我往你跟前走几波 如果你让我往前走几波 我得有个条件 咱爷俩聊聊 你得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打死我 我不能做个糊涂鬼 我想 你也不想做个糊涂鬼 男人嘛 咱们把事都说在明处 行吗 不说话就算答应 就他默认了啊 就他默认了啊 你好你好 目标在手上之内是否开箱进知识 别进 等我的命令 我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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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就是一枪的事吗 你说明白了你那打死我也不迟了 你先说说吧 为什么打死我 说是为你两个哥哥报仇 如果说当时你不知道你两个哥哥是怎么回事 那是因为你小 你毁了我的一生 我那个时候是小 可我小时候那也是个好学生啊 如果要是没有你 如果我两个哥哥不会死 我也可能去上大学你知道吗 我的老师都能说我将来肯定会考上大学的 你还知道念你老师可好啊 你的老师确实对你不错 你当时退了学以后 你们老师是不是都劝你接着回去上 你怎么知道他们 又劝我回去上学了 我怎么知道 我怎么不知道 我都知道你们那个班主任 姓刘是刘老师教化学的 对不对 刘老师 刘老师人很好 对吧 刘老师很好吧 但是你今天 干的这个事 可不很好 你旁边的这一位 也是一高中老师 和你们刘老师是一样的好 你怎么能对天上的老师 好老师都这样 他是老婆 你们俩可以最后再见一面 你心眼不错 当时 你收没收到一千八百块钱啊 收到没收到 我告诉你 那一千八百块钱 是我寄给刘老师的 是我让刘老师转给你的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你胡说 你杀死我俩哥哥 你还能给我钱 因为梦就 因为心动 你心静在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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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安神 因为情重 因为情重 你心静在土中 总是能想起那笑容 像花在风中 你认那句话 泡然在我心中 多少次回头看那天空 一起追赶那微风 活开雾重重 看那彩虹笑的感动 因为梦旧 因为心动 你心静在痛楚 因为爱神 因为情愁 多少年不便无悔的 你心静在风中 总是要想起那笑容 像花在风中 你的那句话 泡然在我心中 多少次回头看那天空 一起追赶那微风 花开雾重重 看那彩虹笑的感动 我还不太能够 看那天空 你真是爱心 你真是爱心 我真是爱心 你真是爱心 我为这爱心 你真是爱心 感谢观看